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这种男人 再也都不能交往 婚前选择很重要 你在婚姻里能否过得好 都跟你选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有关 女孩子选对了人 婚姻里会相对好受一点 女孩子选错了人 婚姻里是苦不堪严 女孩子嫁错人有多可怕 婚后要一个人承担一切 生活苦不堪严 女孩子嫁错人 在很多时候是毁了自己的一辈子 婚姻这档子是 你嫁对了人会感觉很幸福 你爱错了人会觉得是折磨 婚姻是合作关系 我们想合作共赢 合作伙伴一定得选对了 否则婚后很多苦 你只能自己抗 听说了一件令人唏嘘的故事 决定整理下来 有个男人 家里有三兄弟 他排行老二 他因为读书 结婚最晚 之前两个兄弟结婚 家里已经一穷二败 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彩礼 好在他自由学习努力 是家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和女朋友也是校园恋 所以即便因为婚事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政治 最后还是顺利结婚 刚结婚的头一年 小两口在外面租房 过上了友情迎睡宝的日子 唯一的争吵 也不过是老婆向攒签卖房 而他坚持每月发工资 都忌讳一部分回家 他说 爸妈供我上学不容易 我的两兄弟还在土里跑尸 我不能一个人出息了 就把他们丢在老家里不管 老婆觉得他多少有点凤凰难的意思 生了几次气 还是算了 毕竟 不让老公孝敬爹妈 传出去也理亏 就这样 两人小大小闹过了一年 真正的矛盾 是女儿出生之后 她在城里没房 也没什么亲戚朋友 担心老婆一个人带孩子吃不上饭 只能让她回老家过产假 她留在城里继续上班 或许 这从一开始就是个坏主意 没多久 争吵发生了 母亲打了电话来告状 嫌儿席太讲究 瞧不起农村人 一个奶瓶 用完了还要拿开市主 我手上有毒吗 伺候过这么多孩子 就没见你家这样穷讲究 不也个个都好好的 她想象了老婆在家扮演大小姐的样子 恼羞成怒 立刻坐车回去 跟老婆大吵一架 而老婆却一边哭 一边告诉她另一个版本 家里孩子太多 婆婆整天忙着照顾孙子们 对她刚生下的孙女不问不问 她只能拖着还没恢复的身子 一个人给孩子换尿布 喂奶粉 经常哄完孩子 发现桌上只有一点剩饭剩菜 只有一次 她不会用老家的炉灶 离托婆婆帮她煮奶瓶 却被骂穷讲究 看不到她累死累活 故意给她找事干 老婆的话还没说完 母亲冲进来对她嚷嚷 我辛苦供你读书 现在还要当老妈子 伺候你老婆孩子 我伺候不周到了 你老婆搬弄几句是非 你就要来找我算账 我真是白仰你了 男人原本动摇的气 立刻和母亲达成了统一战线 她把老婆狠狠捶了一顿 我让你说我妈的坏话 调拨我和我妈的关系 男人没想到的是 老婆忍得了凤凰男 忍得了婆婆重男轻女 却忍不了她的家暴 爱马纳斯暴戚之后 她眼睛红得像头母狮子 丢下一句 跟你妈好好过吧 就带着孩子离开了 男人有点慌 想拦住她 母亲却出主意 千万别惯着 越惯越混蛋 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谁会要她 过几天就回来了 过了几天 女人还没回来 母亲又说 沉住气 你是大学生 工资又高 不要前倒梯的女人多了 害怕找不到老婆 男人不想表现得太迷出息 脸生负荷 她继续等啊等 终于等来了离婚起诉书 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独自大战 婆婆虽然不喜欢孙女 这次倒铁了心 支持儿子争夺抚养权 把孩子抢过来 妈给你带大 男人感激体力 想办法抢到了女儿 然后以 不宜改变孩子生活环境为有 获得了抚养权 看到母亲抱着孙女亲热的样子 男人放心了 仿佛是母子联手 把一个外来的入侵者赶了出去 只留下岁月静好 老婆变成了前妻 刚离婚的头两年 前妻为了见孩子 还经常联系 但每次都闹得不愉快 时间一长 联系就少了 就这样 过了大约五六年 忽然有一天 男人给前妻转了几万块钱 把她吓了一跳 男人说 我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这是仅有的一点积蓄 都留给你 原来 她确诊了一种癌症 几乎没有至于的可能 想把钱留给她 奖励给孩子花 前妻问 干嘛不留给你吗 男人这才告诉她 后来几年发生的事 自从离婚后 她就把孩子留在老家 自己上班赚钱 而母亲 一替她养孩子为佑 理直气壮地拿走了 她的工资卡 渐渐地 她发现 家里所有的开销 都从她的工资卡里出 兄弟家的孩子要上辅导班 花她的钱 母亲身体不舒服 花她的钱 家里愿强翻心 也花她的钱 她每每提出一劫 母亲都会大呼小叫 骂她没良心 她只好偷偷留个经验 把这几年的奖金 偷偷攒起来 前妻听完 问 你妈一直这么贫心 你竟然不知道吗 她说 我知道 我从小就是家里 最不受宠的一个 小时候 我以为我只要好好学习 母亲就会爱我 所以我拼命学习 长大后 我以为只要我有出息 孝顺她 她就会爱我 结果她依然不爱我 说着说着 男人就哭了 前妻也觉得 她怪可怜的 男人问 你会原谅我吗 她说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原谅你 什么事 下辈子 再也不要见面了 看完这个故事 真的很唏嘘 这个男人 是典型的缺爱型人格 从小就缺失的母爱 长大了 拼命想找回来 在这个基础上 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虽然很可怜 但是也很自私 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 他只懂得作曲 很少会付出 即便是付出了 他也是在考虑自己的基础上 你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会很心累 最后 我想说 对于缺爱的男人 我想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 如果你想要治愈一个缺爱的男人 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概率太低了 你要做好心碎的准备 也需要你们足够相爱 第二 远离他们 如果谈恋爱你都得不到最后的甜甜的爱 那高质量的单身不祥吗 愿我们这一生 终于得良人 并肩对抗着生活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 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